今年,印度多次试射的新型超音速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 这名导弹由印度国防部和俄罗斯NPO火箭设计局联合开发 其射程在300公里到500公里左右 据说最高速度达3马赫,超音速突防能力很强 目前这款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已经在护卫舰和战斗机场完成试射 印军预备在200架速到30战斗机,三挂在布拉莫斯导弹 可见印度方面对这款导弹非常看好 负责人米什拉还将布拉莫斯导弹与东风21导弹比较 他表示,中国利用具备核达基能力的东风21导弹对付航空母舰 而印度将使用常规的布拉莫斯导弹 在印度军方和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 不少印度人也有些膨胀 近日在美版几乎空母舰上就有人提问 如果印度使用多枚布拉莫斯导弹击中中国 中国将采取什么行动? 有趣的是,大部分人的回答都非常中肯 认为布拉莫斯导弹并不能改变什么 印度网友Rohatnegan表示,拉莫斯导弹说到底是一款版线巡航导弹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射程只有300公里 而中国一些重要城市,距离印度边境有3000公里 印度咋都打不到 这些导弹被部署在印度东岸 主要用于防御而非进攻 如果中国率先进攻那布拉莫斯导弹或许用得上 如果印度发起进攻,那么这个导弹基本没什么用 中国网友梁晓晨 如果印度发起导弹进攻 那么将会收到我国军队的反击 我们的武器有 长剑零下时射程1500公里 速度0.75马赫 长剑到20射程3000公里 速度0.75马赫 英机到12射程560公里 速度3马赫 东风21C射程2000公里 速度10马赫 东风26C射程4000公里 速度10马赫 东风31A射程12000公里 速度12马赫 巨浪道射程12000公里 速度12马赫 这些导弹将随时带你 除了有按照假设认真分析的 更多的回答是在质疑这个问题本身 有印度网友 火机吗 请离这些愚蠢但无实质威胁的问题远一点 我们刚好活在了这个世界并且竭尽全力的想要和平 破坏和平没有任何意义 以宗教地理和政治连接的名义 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 已经有太多的流血事件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包容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不吹不黑的话 印度的这款布拉莫斯导弹性能确实不错 但也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 景气口口径较大 致使其雷达反射前面不小 另外其尺寸太大 挂载苏的三十之后 影响了战机的机动性 不过面对这位网友接近的提问 印度网友并没有盲目自大 而是理性的回应 还是很值得学习的